港南兵團殺入四強,李慧斯復緩成 有唐鵬、江天一和梁柱茵組成的香港冰冰藍團首次打入四強 他們昨天在八強面對三號總子的日本 第一場單打,由05年在山東來香港的江天一出戰以1比3先輸 前中國代表31歲的唐鵬在第二場單打,挑戰岸村勝也 在第四局落後5比7的滅勢下,連贏六分反勝,局數贏3比1 長數追成1比1,到第三場雙打賽,江天一拍著梁柱茵 以復數3比1,反勝岸村和丹羽孝希組合 可惜剛好10分鐘休息的梁柱茵,在第四場單打 都是以3比1輸給水谷準,石鹽柱茨勢長數打成2比2要進入生死戰 這環只有靠之前贏了一場的投票,幸好他沒有令人失望以3比1勝出 當香港以長數3比2險勝進級,步回上屆京澳分組賽之籌打入四強 今晚9點半會硬撼南韓或葡萄牙的勝方爭入決賽 而之前為香港在海南賽取得銅牌的李慧斯 昨天出戰女子爭先賽,成功於次圈擊敗加拿大選手進入12強 結果都輸了給古巴選手剩下一線生機場 可惜在復活賽,他被虎克蘭和荷蘭選手夾擊,輸3分一個輪,忍向出局 可惜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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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惜!